其实最近 外面媒体其实也有诸多讨论 我到底是哪一国人 那当然我是要选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我是中华民国人 首闯校园演讲 民营党副总统候选人 小美请来到政大和青年座谈 一开口就先提起 近期频频遭在野党操作的国际问题 美国的外婆来台湾 来看我们的时候 跟台湾阿嬷沟通的翻译是谁 就是我 所以我三岁就开始在做翻译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好像出生就是要当台美之间 一个沟通的桥梁 自爆从小就学习 如何扮演国际桥梁 小美请也分享从政经验 和赴美推动外交工作的干苦谈 提问环节 学生也毫不客气直求对决 民进党已经执政八年之后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投给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跟副总统候选人 那您当时回复的是说 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候选人组合 这个答案并没有很说服 我觉得我和赖副总统的历练 是最完整的 比起过去我们的这八年 跟前面的八年相较 确实这个成绩是更为亮眼的 那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当然很多 小美请用民进党八年执政成绩 说服青年朋友票投赖削佩 但赖削佩这组合曾被中国 称为顽固的台独分子 赌上加毒 两岸的敏感议题 小美请以来者不拒 我们认为维持现状 是现阶段的最大公约数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争取更多国际社会 更多国际友人对台湾的支持 那确实这几年 国际社会对我们支持的力道 也越来越强 面对中国打压外交处竞争的 第一线主力外交事务的 小美请最有感 现在就连108克刚都成了 在野党操作 去中国化的选战议题 过去数十年来去中国化 最强烈的势力 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很多人要学传统的文字 我跟他们说你来台湾 因为现在就台湾可以延续 千年的文字 我们的正体字 我们的繁体字 直言去中化中国才是最强势力 青年学子关心的议题 小美琴有问必答 希望借着面对面对谈 拉近和青年朋友距离 抢供年轻选票 昨天晚上 小美琴到正大的座谈 那学生就说 哇讲的比柯文哲精彩 对赖萧配很有加分 学生就说 他的回答呢 比柯文哲更清晰 更精彩 那么小美琴比新闻上的人 更平易近人 他的演说对赖萧德是有加分的 他也说小美琴没有闪避问题 直接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包括小美琴 包括上一段的中国戒险 他刚才说 说今年九月份到十一月份 说去中国入院 说五百多的 年底取消都非常多 跟这个相关的里长 那么这些相关有活动 目前那么大概有五十一团 五百五十六个人 那当然真实的数字 当然不止这个了 因为还有各种各种不同的 这个相关的社团 宗教 那就全部加起来 不止这些了 以前到现在都有在做 我知道 但是呢 那个邵廷兄刚刚所说的 对不对 我反对 为什么呢 不是以前 他说以前就有在做 所以呢 如果真的有效的话 为什么2016年 对不对 那么蔡英文会当选 你不要忘记 马英九时代就有了 马英九联络过一次 当了两任八年的总统 你不要忘记 而且你也不要忘记 那么中国国民党 百年大党 在中国统治了 这么一段时间 最后为什么会被共产党 这个打败 就是因为一步一步一步的渗透 路倒路 中国共产党最厉害的东西 就是心战 那除此之外 刚刚萧美琴的那一段 因为我看到今天 这个侯友宜讲说 民主要制衡 所以政党要轮替 听起来好像对 对不对 错 他的前提是做得烂 如果民主 民主这个等于说 这个要制衡 那么如果他做得好 为什么台湾威 一句话叫 起床起一半 債夫不通话 不是吗 对 同样的道理 如果做了要卖 你就把它换掉 如果做了好 为什么要换掉 那么如果做了要卖 为什么 你就问一个人 大家过年 钱都拿6千块 这6千块有没有 是假出来 我说坦白 政府做得好 政府把这个还钱 还6千多亿 我说坦白 国民主任执政大部分 都在花钱 每天资债嘛 跟马英雄是最好的例子嘛 跟蔡英文还了6千多亿了嘛 另外还拿了1千2百多亿 全国大家 每个人都有6千块的收入 你说这6千块有没有 怎么办 我问你啊 现在要选代表中国国民党 要选总统的侯友谊啊 你的新巴基金户 一样赚了那么多 一毛不拔 一毛钱都没有拿出来 给老百姓嘛 拿去这奔演会 巴黎奔演会 拿去新北欢乐 叶丹城 几千万几千万就这样 黑白开开开掉嘛 就是这样嘛 很简单啊 至于萧美琴啊 我讲最简单的一个故事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听到有本来是绿的 后来变蓝的 现在在这个骂民进党的 这个所谓的评论员啊 他说萧美琴对这个吸引年轻人 中间选民没有帮助 他只是赖清德一个跟辟虫 意思是这个样子啦 我礼拜天到高雄去这个浮雪 刚好行程都跟这个萧美琴啊 重复 七点多的时候呢 在板桥高铁站都得一 跟他寒暄开杠姐 要我们坐高铁 到了高雄左营 我自己近身观察 看到了一件小事情就好了 从这个小事情看到就好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年轻人会喜欢他 不是因为他喜欢猫 是战猫这样而已啊 高雄高铁站 对我们的 我们全台湾现在 对政府总统的候选人 都是违安 大概出路都有二十几个随护 对吧 还有很多车子嘛 结果因为警方为了要让他 那么可以赶快过去 所以呢 本来要交管让他优先 搭那个手扶梯上去 往上三层楼嘛 萧美琴不想影响大家 所以立即率先 走路梯三十路起来 被三十路的路梯啦 所有的随护也跟着他爬路梯 这是我近身看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说 为什么年轻人会不喜欢 这么率性 这么自然的萧美琴呢 稍微回来 再请瑞德哥讲 更多小美琴 还有柯文哲 柯文哲说 我们骑兜拜要取消两段事 左转的话 你就是不能转车磅 不能够钻车缝 柯文哲真的不懂骑兜拜 人民的心声 四季线上 进行